黃金三層風伐 匯跡獨特人文匯翠 勇系人文第九 再次點亮三層魅力 瑞芳這個地區 它其實是一個礦業文化為主的特色 有黃金的金礦還有銅礦 還有黑金的煤礦 留下來蠻多的遺址 我們看得到金花石的嵌祭堂 九份的老街 我們金花石的祺堂老街 在地的四連洞 這些都代表我們文化重要的資產 祺堂老街當時最興盛的時候 大概應該是在150家到200家左右的商店 有百貨的 有賣菜的 有各種生活物品必需品的 礦工的生活是非常辛苦 金花石這邊有好幾個廟 但是我們嵌祭堂是歷史最久的 這廟主要是讓礦工 要進去礦工以前 大家來這邊祈禱一下 希望晚上能夠平平安回來 在北台灣來講 觀光神像最高的就是我們這個 20尺高的 然後500噸重的觀光銅像 可以講說是我們東北角 甚至北台灣最大的一個地標 九份除了有礦商文化以外呢 它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商海美景 九份老街的話因為地形的關係 所以它是彎彎曲曲的 我們茶樓早期的話是做鐵工廠 就是你套進藥學工具 現在整個宿崎路我們可以說是茶域管街 因為它的地勢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夜景 來九份的話呢 不管是團體遊覽車 你也可以坐火車到內方 然後再搭科運其實都非常方便 疫情一開始我們是著重在防疫方面 市府這邊也很願意幫忙 我們的清潔隊都會固定在老街做消毒 在店家的部分 我們也都陪同衛生局 每一家去看 那提供他們一些改善的方法 讓遊客放心 然後也可以保護自己 瑞芳事實上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它有山有海 有一個很漂亮的一個連線的景點 讓遊客在我們整個瑞芳區 可以玩得非常開心 這個就是我們市府很努力 在這個青春山海線這一部分 我們水晶酒 喉筒甚至瑞芳整個區域 它是一個整個礦商的知識 所以這就是我們以延期的概念 不是一個博物館的一個主題館的概念 去建構這個環境博物 其實礦商其實的知識 是很生硬的 所以我們從2020年就推礦商藝術記 注入了藝術多元的活動 從地景的 從人文的 從整個我們表演活動的部分 裡面的很多這樣子的一個區塊 是結合社區的力量 所以我們環境博物館 未來結合這些部分 再結合一些地方的表演藝術 這樣活絡整個三層 我們回到金花石 盡我自己的本分 好好的跟我們社區的這些有知識識 共同的把它再建設 再把它發展起來 九分這邊生活的話 不管是你在夏天吹著海風看夜景 或者是冬天在這種蒙蒙細雨 很浪漫的時間 我們覺得身為九分人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幸福 對方的一個未來的發展 是期望能夠建構 這樣子的一個黃金三層 幻葉文化的一個明星來帶 共過我們美麗經驗的三層 發現新瑞芳 地方文化力的生生不息